我是中心社的记者周浩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武汉市百不停社区 最近的话武汉的居民小区实行了更严格的管控 那么小区居民特别是年纪比较大的居民 他们如何来保障自己的基本生活呢 我们今天一起去看一看 下一个 下一个 这个黑袋子里面是酒精和八色 这个盆子里面是包子和烧麦 也是要不吃先放到冰箱里都要冻起来了 这几天生活都是怎么在解决 我们现在学习网上购物 就会的每天跟我们发消息 有什么卖 拿药就是找我们那个主任书记 他们派人就帮我们到药店里买药了 他们昨天拿重症的药早上八点钟站队 到七点半钟才回来 把我感动得不行 他们饿了一天知道吗 在疫情之下 每个人的生活都或多或少的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但是社区还有志愿者等很多很多人都在努力保障这居民的基本生活 尤其是老年人的生活 相信只要大家种植层层一定能够顺利度过这段特殊时间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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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其实一个合理的饮食规律 跟我们一个正常的生活规律 这个其实是我们一道天然的免疫屏障 也是当然让自己报名 愿意去支援 东西我们做不到 在这方面就尽自己能力 雷森三院是上个月去的 主要是运输院用的设备 当时院还没做好 上当到隋州去 它那个下雪 变天起风 路上经常倒的树 这些给我们车子带来很多障碍 互相协助把工作完成好 我们送物资的 它在政策上各方面都是这样 不要隔离 但是我们也自我隔离 对家里面包括同事这一块 都有个交代 视频 电话 聊聊天 好 这一块儿 你们俩完道的 特别还没做过 人是运输院用的 是最新币的 也不灴 是刻意 不在那里 有 这一块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